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不是将来有主身段的行情 今天你看一下 3691的缩额盘中快要攻涨停 电子股的缩额 今天一个生计股 这档生计股 当时12月初 它回档测试月线 是不是可以站在买帮 这档股票我说过 有品牌的机油股 是蔡老师给予你一个承诺 所以这档股票在12月4日 股价打下来 回撤月线可以买 站在买帮 安全可靠 一档不错的一个生计 机油股 12月6日股价告诉你一个停损点 跌破月线 跌破月线你才停损出场 这当时我们已经告诉你 建雅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建议 结果呢 到12月19日月线一直没有被跌破 那你当然可以继续一个续报上去 到12月24日我告诉你你一定有赚到 因为这档股票我们从低档区买完之后 我们当天就给你正确的一个方向 趋势多头逢支撑站在买帮 这是很重要 而且很简单的原则 但是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啦 对吧 第击四 放击杯 这是一般投资面的一个操作迷失 我们给你的 这价值型投资八大面向当中 有没有包括形态 有没有包括量人筹码跟转折的位置 你很清楚吗 公开给你就是不怕你赚 你一定有赚得到 到上个礼拜六 月线助长的结果 又送你一根涨停板 很清楚 上礼拜六的一个建雅工涨停 最高42.5 前波高点多少 42.85 倒不清楚一点 还没有过 42.55 没有过42.85 今天有没有过 今天再送你一根涨停板 建雅 张股票来到45.5 真的过了前波高 42.85 那这个结论不是今天才跟你分析 在它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12月10号即刚 我就已经给你预告了 建雅有机会过42.85 你看一下12月10号建雅 涨了12% 当天的股价有没有上冲下息 当天的股价 我们在这个关键点 大概10点半左右 告诉会员 这张股票要怎么操作 因为冲高嘛 涨了12% 你会想卖 那我们给会员一个资讯 12月10号 已经给你看过了 建雅有机会挑战前波高 42.85 量价没有失控 持股不急着卖 12月10号10点半左右 你家 结果尾盘是不是收高 39.55 所以早在12月10号 我们就已经给你预告建雅 有机会挑战前波高点42.85 所以整个一个架构 到今天为止 它真的过了 真的过了 你所掌握的利润叫做三成 有品牌的机油股 蔡老师不会吝啬介绍给你认识 你就按照我的一个操作的策略 逢支撑站在买方 你会有赚不完的利润 因为相对低档区那个买点 你第一个时间点跟着操作 你会抱得住 你会守住那个波段型的一个利润 这个完整的一个操作过程 从低档区回测月线 告诉你可以买 洗盘的过程当中 告诉你月线没有跌破 不用出场 它有机会挑战前波高 所以这三成的一个报酬率 你一定赚得到 因为我们给你分析 这张股票很公开很透明 这么有品牌的机油股 是谁带给你的 对 它的一个新药 三个药品类 目前都在临床跟授权的阶段 还没有拿到全力金 但蔡老师已经跟你讲过了 股票看未来 未来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它有机会有庞大商机出现 掌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利润财富 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一个三大药品 在临床在授权 即将有全力金入账 事实还没有发生之前 懂得商机存在 第一点你敢买 第一点 这边你敢买 你不会被洗出厂 所以整个健雅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建议 产业结构面的一个讯息 除了新药 还有自由品牌 我已经跟你讲过的 看来药跟所谓的摄物线量 是目前各大医院 都会用的健雅的一个药品 所以它的麻木利率相当的稳定 一家公司 如果它的麻木利率维持着稳定成长态势 这张股票可不可以投资 可不可以买 有没有符合蔡老师所介绍的 价值型投资八大面向 面面俱到的一个结果 这张股票 你可以看到三层的一个涨势 没有一天忘记你的存在 我不晓得 头一秒有没有心动 对 这么有品牌 这么具有迷人的 商业爆发型的生技股 今天再度的工涨停 很漂亮 对不对 你有没有赚到 这是波段型的一个操作 蔡老师不会告诉你我买在最低点 我们这边没有介入 这边也没有介入 这边回档修正 开始做介入 这样就有三成了 实实在在的一个报酬率 看你有没有跟准一位实实在在的分析师 所以建崖已经涨了三成了 我说下一档生技类股 它一定会接棒 这张股票 上礼拜三已经告诉过你了 押回都可以再买 这张股票有没有押回让你买 从礼拜四礼拜五的一个修正过程当中 三天的回档 告诉你最后的买点 一样接近月线 一样接近月线 最后的买点 你跟着上车之后 结果礼拜六 是不是红K棒涨了两块钱 去两块 箭头画给你了 方向给你了 你不敢跟我低接吗 那不是浪费这个行情吗 这张股票今天表现怎么样 盘中拉出一根中长 有没有实斩一根涨停 今天的股价表现 盘中快要说涨停 就是东洋 押一下 是不是东洋 在上礼拜 你最担心的同时 谁带你上车 我们做一个预告的动作 它的一个走势 不管是细微波动 还是中心的一个架构 所给你的是一个明确的方向跟策略 这个动作 我会先给你做一个准备的功夫 比如说你在跟我一个合作过程当中 要进场什么 要买什么位置 那个预备动作很重要 事前跟你讲 你就有心理一个准备嘛 股价到了 你敢不敢低接 上礼拜三 这支功夫票是不是东洋 是不是东洋 押回可以再买 有没有押回的空间让你买 真的三天 这是最后的买点 这是上礼拜 我给你的一个提示 股价达到103 很好买 很多人或许有买 但是杀下来洗盘 被洗掉很可惜 所以我给各位一个资讯 到底有没有价值 到底我给你的方向对还是错 什么是反市场操作 低点到了你不敢买吗 你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你都看而已 你没队在做 队在做才贏 所以反市场的一个操作结果 有没有卖你 有没有带你买在一个相对低档区 杀到103了 礼拜六开始翻红 涨了两块钱 是不是东洋 很漂亮的一档集合股 今天不啰嗦 盘中拉出一根中长虹 有没有时时转转 转了一根掌停板 从低档区 大概103到今天113了 快要10%了 快要10%了 你认为这个行情大不大 你认为X老师给你介绍这些股票 你不认识吗 你不认识 但是我公开讲解之后 就有很多人会跟着后面做拉抬动作 我会再告诉你 10月营收月增长12%的东洋 微脂体的一个技术 挑战全球50%的一个市占率 什么是微脂体 现在有人会告诉你 不要把药 就是用微脂体的一个概念 所以对这种抗癌的一个先进技术 东洋最先进入 所以它的一个技术 门槛得到世界各大药厂的一个认同 所以它才有机会挑战全球市占率50% 所以这种股票 它的商机在哪里 它的一个市场需求在哪里 市场上给予它的一个价值 你知道会涨到什么位置 所以东洋的一个架构 相信蔡老师所给你的一个论述 这个心血没有白费 再撒下一个三天转折低档 告诉你最后的买点 有没有股价越电越高 股价是越走越强 十赚一根涨停 是我给予你的报酬率 所以对现在的一个行情 大盘虽然在整理 那这个整理压缩阶段 当然是你布局的一个时机点 每次大盘量能再萎缩 你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安全的进场点吗 指数在7050跟7061 打双底的过程当中 一样量能萎缩 涨了700点之后的一个回档修正 量能再度的萎缩 做多股票还是做空股票 这个方向你应该很容易辨别 所以对今天所给你一个生机类股 剑鸭涨了三成 你赚了几成 东阳今天盘中快要攻涨停 价差时间坡 光是这三天 又将近10%的利润 所以下一档的一个生机类股 在哪里? 赛老师没有乱枪打鸟 我都是一档一档 慢慢的来布局 为什么要慢慢布局 我又不是乱枪打鸟 一次生机给你介绍好几档 介绍好几档 你到底要设哪一档 你不知道 所以你要有操盘的一个节奏 什么样的时间坡符合一个进场点 蔡老师拿捏得相当清楚 剑鸭三成 东阳将近10% 这一档生机类股 刚发动而已 我希望未来的一个波段走势 就是由你一起来参与 这一档票 有母公司 基因的一个筛卷 是它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技术领域 不管是产前的一个基因 还是新药的一个基因 很棒的一档基欧股 那去年跟美国的GGI 是它的一个副爸爸 有副爸爸转投资的公司 尤其美国GGI 它授权它的一个不孕药的一个药品 关于所谓的一个临床 早床的一个技术 所以对于这张股票 目前的一个支撑 是越电越高 那支撑越电越高的情况之下 这礼拜其实要有低点 其实都是你进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点 所以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个方向 主流的一个股有没有抓对 你现在的股票 有没有符合市场上的一个主流卖动 你自己要去做一番比较 如果没办法符合主流性的一个个股的情况下 今天这一档生机类股 将是你下一档 你要进场最好的布局实施点 我希望在未来的一个大盘主身段的一个行情当中 我们的一个利润 由你一起来参与 休息一下再未来 你把最爱放在什么位置 抱在胸口 留在身边 把最爱托付给别人的最爱 给最爱一张温暖的床 或者对最爱更好更好一点 九十多年来 有邦保险 累积超过两千四百万张保单 为你准备好最放心的位置 有我帮你 AIA有邦人寿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们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接近电话 023393-3789 3393-3789 TACO一经显示器 真心体力 TACO 嗨!我们是古月天 恭喜山上美邦人寿 上市成功 肺益青只可保琵琶糕 照顾喉咙 珍贵天然药材 药效 从喉咙到达肺部 优质琵琶糕 不止顾喉咙 还可以饮肺益青 也轻 只可保琵琶糕 嗨!我们是古月天 恭喜山上美邦人寿 上市成功 吃糖 糖尿便不能吃太多糖 阿嬷!阿嬷! 我是睡着啦 那你怎么不敢吃 一旦末梢血液循环不良 就会产生问题 药利宁含银杏叶萃取物 可辅助改善末梢血液流动速率 药利宁低计 定计药利宁 三菱好心力 乘用车系 乃就送Dyson吸尘器 还有暖房气流倍增器 二选一 老公你看 有吸引力吗 有有 森林好吸力 现在来配件七折器 及高额零利率 优惠最高价值八万元 Mitsubishi Motors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大力光 让我吞一下口水 大力光呢 今天是不是下跌了13块钱 那其实我上礼拜跟你预告 哪不排除他这礼拜会压回修正 那压回修正到底可不可以买 股价的一个涨跌 如果你清楚他的一个卖动 我相信这个市场上对你来讲非常的轻松 那大力光创新高的同时 899块钱 当时候市场上一窝窝的看好 大家都看好同时 我会有帮你踩刹车 12月10号 很重要的关键性的一个转折 899的位置 我把会员的这一通讯息给你做参考 有没有价值 大力光 想买的等待股价回到800以下 我会通知你进场一个时机点 你也很清楚 所以高点区到了 你当然可以适度做减码 等待最好的一个买点 股价有没有达到800以下 结果来到731 回档修正168块钱 这叫铁板区 遇到铁板站在买方 735以下开始买回 当天他重错 快要跌停板 你敢买吗 我就这样问你 你敢不敢买 当时候建议回档修正 你敢买吗 当时候的一个数额回档修正 你敢买吗 上礼拜的一个东洋制药 回档修正的三天 你敢买吗 有我带你进场 你很放心的做承接动作 这是一个反市场 最好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建议 有没有做对 有没有让会员创造利润出来 你看得很清楚吗 所以呢 当他快跌停板 12月17号 当天一个讯息 自己看 9.08分 通知会员大力光 跌到跌停板 730附近就可以买进 730附近 9.08分的位置 760 结果真的有杀到731 我担心会员挂730 所以我们再通知会员 对 刚刚最低731 跌停板 离跌停板730只差一块钱吗 所以没有买到的 改在735以下就可以买进 11.18分 所以会员通通成交 通通成交 成交在735以下 尾盘741 这么下沙的一个力道 强不强 市场上大家落井下石 没有人看好大力光的同时 我进场了 我带会员进场了 这是我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买完之后 隔天礼拜二 开始上涨 来到75 对 告诉你拇指变盘 转折继续向上 礼拜三 又来到785 735到785 50块钱 来到礼拜四 796了 61块钱的一个价差利润 我说过 第一个阶段 我至少帮你创造50块钱的利润 我会有没有说到做到 你应该很清楚 所以接下来一个动作 赚完50块钱以上的一个大力光 礼拜五下来了 我告诉你 如果礼拜六 继续离个下来就可以买 只要他下来 这边就可以买 我的规划最坏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礼拜六 因为让人萎缩的情况之下 没什么跌了 那对他短波段的规划 我们也讲解的很清楚 如果盘是好 直接走红色这一段 盘稍微整理一下 那就走蓝色这一段 最差情况就是这样 跟我上礼拜四的规划一模一样 所以我告诉你 只要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买 没有错吧 所以今天的一个大力光 有没有走蓝色这一个阶段 有没有下来 跌了13块钱 那跌了13块钱 我们当然给你一个建议 是可以逢低接 是可以逢低接的一档极油股 这么漂亮的一档股票 能在三个交易日 帮你创造50块钱的利润 这是不是极油股 为什么他可以当股王 难道不是他的一个产品结构 市场认同度很高吗 就是因为他的一个画数 画质得到国际手机大厂的一个认证 股价才有机会来到899 但冲高的同时 已经提醒过你了 要减码 打下来735 谁带你接 每次的低档你不进场 你怎么赚50 你怎么赚293 接下来这一段有多少的空间 不用拆 跟着讯息一起来动作 红达电TPK 目前都在区间整理跟压缩 都是一个区间压缩跟整理阶段 TPK也是一样 所以目前一个价差空间 是一小坡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 把握住最好的一个买卖点 给你建议还是那句老话 跟着蔡老师给予你的一个盘中讯息 一起来动作 比较安全 比较可靠 比较有利润的一个机会财富 你看一下塑合 230以下 我有没有带你进场 这都不是事后放炮 这档塑合 我们在上礼拜四 布局完之后 告诉你 上礼拜六 是双重的一个转折天 8跟13天 买完之后 第一档买完之后 等转折向上 结果礼拜六 有没有看到 双重的转折力道 什么是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事前的规划 如此的明确 没有一个字 是废话 每一个字 都面面俱到 告诉你 礼拜六 是双重的转折 结果礼拜六 拉出一根掌停板 双重转折力道 就是那么强 所以这样股票呢 今天已经来到二六四点五了 在二三零以下布局的到今天为止 价差超过三十块钱 今天我们做的部分解码 在二五六到二六零之间 我们做的部分的一个调节 好不好 所以这样股票 当然 如果押回的过程当中 我随时 会找一个适当的一个介入点 做一点价差的动作出来 好不好 所以这样股票 很好做 低档区 谁带你买的 忘记了吗 股价的回档修正 十二月十号 达到二二九 有没有 两天之内会再上工 结果呢 他工了十几块钱 压缩断 又跌了两天 二三零再来一次 再给你一次上市的机会 这不是之前告诉你 用逢低承接 反市场的一个操作建议 所给你的激进零风险的一个操作结果 30块是怎么贪的 不是青菜贪的 我们介绍的 太阳的股票 我就只有操作缩合 他是太阳的族群的股王嘛 要做最好的股票 要对最实在的老师 我们给你绩效就是如此的一个明确 你今天看到的一个建雅30% 缩合30块钱 还有所谓的一个东洋 将近10块钱的利润 这难道是空穴来风吗 这难道是指上谈兵吗 所以对于蔡老师所给你一个 价值型投资八大要素 这种面面俱到的一个操作建议 所给你的难道不是一个利润的一个掌握吗 你要的就是这种名门正派的极油股 塑尔塑尔 独占材料的一个优势 不管是铝江还是银江 都超过两成以上的一个市占率全球 这种股票那么棒 第一点你不敢买 那不是你一个损失吗 所以对于接下来我们所操作的任何一档 极油性的股票 你好好的跟我逢低来承接 这张股票 台泥集团的作战股 告诉你上来大概有八成的空间 作战股票从高点区 在镜头以外的 那时候150 来到这边剩75 来到这边剩40不到 好不好 我说过了 只要回补这个缺口 除权的一个缺口 这样有八成的空间 谁也喜欢你们看到 现买现赚 一根红铁棒 倒不进一点 今天股价慢慢的增高 持续性的一个走高 我不希望这么漂亮的一档极油股 月线一样翻扬助长 又是台泥集团的一个极油性的股票 你不晓得要用一种切入的方式 来增加你报酬率吗 给你的 就是符合价值型投资八大要素的 有产业前景的 未来主流性的个股 不要错失了今年度的主身段行情 这都不是青菜公共的 所以呢 什么样的股票你想要 你清不清楚 主流性的个股在哪里 你了不了解 这一档生技股 不管是产前基因的一个筛减 还是新药基因的筛减 所得到市场上认同度相当高 好不好 所以有富爸爸的加持 不然是台湾的训练 还是美国的GGI 所以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基因筛减的龙头大厂 对这档股票目前股价支撑有墊高 你唯一的动作 有回档 蔡老师带你买 你负责把你的资金准备好 蔡老师会用我的专业 跟你一个资金相结合 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 希望大盘未来一个主身段的行情 不管是任何一档电子股 还是传产股 还是所谓的一个生技股 有你的参与 蔡老师很乐意带你上车 带你赚取它的破断行情 有议员跟注意联系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謹慎评估并致富投资风险 通通冰起来 你家冰箱好放吗 申保变平一级冰箱 专为国人生活设计 弹性大格局 灵活运用真好放 专利导流盘架 立体冷流 新鲜更持久 申保变平一级冰箱 真好放 妈咪 坐雨 一起来 申保 住房子 住房七七七七网站 想找好房子 住房子 住房好便宜 想住隔壁 想租 住房七七七七 超越大门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基石阵容 堅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真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的电话 023393 3789 3393 3789 体验 TACO